蜂竹 然後呢 畫著那個三波堤 然後三波堤的上面呢 有一個 有的蜂廟 就這樣 好 那要蜂竹一定是 一定是畫末端 因為竹子下面是比較粗 它比較耐蜂 所以蜂吹它也不動 所以呢 真正動的是那個 樹梢 樹梢 所以我們就要把這個鏡頭 移到上面 樹梢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三波墊高 然後才看得到樹梢 正好上坡旁邊有一個 有一個廟 來啊 先來兩隻 兩隻 那你如果說還要加 可以 怎麼加呢 這個地方還可以 這裡可能還有一些嘛 從這裡長出來 所以這樣就是 一邊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打破我們的這個 傳統的這種 比較保守的那個想法 保守的那個想法 那個分支是好幾條欄 它有好幾條分支 然後 可以再分支這樣子 啊 只有這個 最上面的 再下來那個結 它有分左右左右 像這個 像這個 這個是 右 那這邊就是 左 左 這個就左了 這邊又是右了 好 這裡啊 這裡就要注意了 以透視來說 我們畫這個是在它的前面 對不對 這一根在 這一根的前面 所以這個支條出來的時候 可以穿過去 嗯 但它將來要出支的時候 出支的時候 不能 蓋在它前面 要在後面 好 比如說 我現在來舉個例子 現在這邊先 先給它完成 好 現在一二三 這個是左右左右 末端不分 這個呢 這個啊 比如說我這個是 左 這邊已經左了 就由這邊過來 那就要跳過去 要跳過去 這個是右 再來是左 左 最愛是右 這一左 到這個末端的時候是 有好幾支 好幾支 老師 他的枝子都平行 沒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就是葉子不要平行 葉子不要平行 這邊 一樣 這邊可能這裡也有 枝條出來 這邊你看不到的 枝條出來 這邊 這邊出來 這邊 這邊 它這個太細 太淡了 太到這邊來 好 這個分子 我們枝條大概安排好了 安排好之後 我們畫葉子 畫葉子的時候 這個筆啊 水分要多一點 水分要多一點 這麼葉子 一般用中鋒 用中鋒 這個是筆枝 用中鋒 筆路呢 由內向外揮 你看啊 向外揮 這裡 兩個 兩個枝 一個葉子 第二個葉子 因為風來的關係 葉子會 交叉 這樣子 那 那這個葉子呢 有些是 側面的 所以你看起來是 細細的 那有些呢 是 比較正面一點的 有些短的 這個問題 老師請問一下 這是有風竹才短的 其他的竹都沒有短的 那沒有 也可以 也可以 看那個杜老師的 對 有小的有啊 那這裡 你看這個兩個 兩個分支出來 那其中一個 你可以吸一點 另外一個可以除一點 然後後面呢 給它來兩個 短的 然後再來一個 甚至於可以這樣 所以你 這個 筆路 你要 瀟灑 要順 這個筆勢 也是這樣 這個風竹是很好畫的 比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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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竹啊 要好畫路 那 因為我們這一次是三個 三個枝條啊 所以 三個枝條就很複雜 你可以 隨性的 來畫 就是有風的感覺就可以了 就是有風的感覺就可以了 那 那除了這個 這一些葉子以外呢 還有一些葉子是被風吹了 被風吹了 它就這樣子 就有那種感覺 那這個山坡怎麼畫 山坡呢 要有比較多的水分 用淡末 筆肚子整個都淡末 淡淡的 淡淡的末 然後筆尖呢 筆尖沾濃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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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呢 你就可以 可以 因為這個山坡在最後面 所以你畫的時候啊 這個就是用側風 側風 由下往上 由左向右 由右向左 都可以 好 這個是山坡啦 山坡 老師那岩石也是側風嗎 蛤 岩石也是側風嗎 岩石也是側風 岩石也是側風 那這個 畫這個 這個 小廟 那個 好 首先我們就多講一些 畫小廟 畫土地公廟 土地公是所有神裡面最小的 如果以這個 以這個我們這個民間的 人間的這個世界的話 以台灣來說吧 我們台灣最小的官是里長 里長最小 對不對 對 林長 林長 林長不是官啦 林長沒有薪水 里長最小 所以這個土地公呢 是最小的 而且 每一個地方都有 對不對 每一個不同的地方都有土地公 對 館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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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們這一里的 那土地公廟呢 它只有單門 不能違反天條 它不能違反天條 好 我們來告訴大家一下 你不懂 隨便蓋廟 有一天你會照樣 被一碗大地 懲罰 這個不行 如果上面 如果上帝知道也會生氣 這個是一個土地公廟 有一個門 它只有一個門 它只有一個門 對 因為它是最小的官 那個 那個 大的 大的神才有側門 而且呢 一般老百姓你去廟 去拜拜的話 人家說啊 左青龍 右白虎 以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寺廟來說 你面向 面向大家 這個是 他的位置 對不對 左邊在這邊 右邊在那邊 所以這個左 左青龍 右白虎 你要左青龍進去 這個 那個那個 什麼 左青龍進去 左近 左近 右出 左近 右出啊 這個是 他們好像 每一個宗教都有一個宗教的一個規則 那既然 如果你們是到廟裡面去的話 那 那基督徒是不去廟裡面的 佛教徒比較信的也不去廟 廟是道教 他們也不相信 那個啊 這個是你們道理要知道 如果 你看到一個廟 一個土地公廟 它是三個門的 大逆不道 但是台灣就有這個 台灣人不是 不知道排禮出牌 在那個 在那個九份 九份 你九份啊 九份這個走到最高的那個地方 在下坡 就是金瓜石 就在要下坡的地方 那個 這個 人縣那個地方 有一個廟 這個廟叫做 廟宗廟 那麼 是什麼廟呢 是土地公廟 你在下坡的地方 是一道路